好下面我们就来 看看这个 是什么原因 到此大电流产生 构流灯泡发红发亮 我们首先来测试 看一下这个 整流桥堆 有没有接穿短路 输入端 没有问题 输出端 输出端 它有一个电阻值 也没问题 我们再看 第二个大件 就是功率管 这个摩斯管 好像揭穿了 你看 它三个极限的电阻都未连 都报警 难道说就是这个摩斯管 揭穿短路 这个摩斯管 揭穿短路 也会大致倒电流产生 倒电流产生 就会灯泡发红发亮 我们通过测试 已经怀疑到 这个摩斯管有问题 我们就把它拆下来 我们就把它拆下来 这个工具 清机器 很方便的 就把这个漆就漆掉了 这个是多大的 什么信号规格 1260 这个是1260的 摩斯管 我们看一下这个参数 10N60 直接输进去 我们查询一下 这个长效应管的参数 这是一个9A的 漏机电流 9A 它的耐压是600V的 220分装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参数 的摩斯管去代换 这个 10N60的换上去 这个坏的放这边啊 我们焊接上去 焊的时候 不能虚焊 假焊 三个点都饱满 要焊到吸上去 好 我们再通电试一下 X3 220V电压 通电 好 现在 我们看见有待机功耗了 有待机功耗了 灯泡也不亮了 就是这个功耗管啊 这个长效应管 接穿 就是它造成的 接穿大电流 引起这个灯泡 发红发亮 好 下面我们测试一下 测试一下 这个 300V 看300V正不正常 绿波电了 两对啊 看有没有300V 正常了 330V 有 330V 绿波输出的电压 再测试一下 这个输出 输出 输出端 好 可以了 12V 正常了啊 就是这个摩斯管 接穿短路 到着这个 灯泡发红发亮 那么现在我们就 完全把这个修复好了 好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